他原本是极其无名的小马仔 后来靠着一身好武艺成了社团的金牌打手 他有了势力后 带着兄弟与社团里的超级大佬打擂台 最终社团一分为二 双方为此打了很多年 场面差点失控 他就是何安乐的夜仔 是社团里少壮派的代表人物 六十年代末 出生于香港旺角的夜仔 本名黄伟业 自幼因生性好动且不爱学习 因此很早就退学了 黄伟业退学后 便经常在旺角附近游荡 跟人打打杀杀 并且在常年累月的厮杀中 练就了一身好功夫 更是积累了不少实战的经验和技巧 也因为经常打架 经常进出牢房 却是屡校不改 黄伟业和刀八刚在隔壁的牢房认识 两人在武艺上的造诣相当 因此惺惺相惜 在牢房里结为生死之交 黄伟业在八零年代 被老鬼权这个和安乐社团的超级大牢 收为满省 因为武功了得 得到了老鬼权的青睐 在老鬼权的悉心培养下 黄伟业在社团里的地位 节节地攀升 成了社团里的双花红棍 而在牢房结役的刀八刚 在加入和和图社团后 也成了社团里的双花红棍 物以类聚 用来形容这两个人 再核实不过了 老鬼权以赌为生 主要的收入便是手头的 外围马生意和几家麻将馆 黄伟业除了为其打理生意外 自己还做了玩仔的生意 2006年 黄伟业到塞伯尔巴酒吧里卖玩仔 这间酒吧的背后是两个超级大佬 一个是和胜和全弯线的傻福 另一个是14K一字对画室人胡须勇 黄伟业到这儿做玩仔生意 无疑是出动了他们的利益 那天呀 黄伟业在酒吧里 与傻福的门声大口起了冲突 黄伟业塞在别人的地盘上 但却一点也没有示弱 他喊来几个手下 拿着AK47 给了大口一帮人一顿乱射 打伤了三个人后 扬场而去 此战过后 黄伟业名声雀起 老大老鬼拳对他更是上市 不过呀 他们干出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自然是没有瞒过阿萨 一时间阿萨加重打黑的力度 在这样的风口浪尖之下 黄伟业还不怕死 继续到喀巴八九八里玩得不亦乐乎 当真不把黑白两道放在眼里 当然了 最后的结局自然是被捕入狱 黄伟业从牢房里出来后 听从老鬼拳的建议 来到澳门赌厅当起了蝶马仔 何安乐社团在澳门极有影响力 当年叱咤风云的澳门教父 崩牙居就曾被澳门何安乐的老大 水房赖打得落花流水 在崩牙居入狱后 水房赖更是垄断澳门 蝶马生意很多年 何安乐在澳门的代表人除了水房赖 还有黄强和百花蛇 黄强是贵宾厅大门厅的厅主 百花蛇则是多元化的投资 皆是身家不菲的人 有老鬼拳这个老大的举荐 黄强与百花蛇对黄伟业很是上心 经常会给他介绍生意 这让黄伟业在澳门有一种 蛟龙入海的感觉 在自己的事业成功的同时 黄伟业不逛照顾社团里的人 不少的香港和安乐成员来到澳门跟他混 而且黄伟业待人很厚道 自己有肉吃 别人至少也有口汤喝 因此只要在江湖上提到他 马仔们都会在人前给他一个赞 大马是黄伟业最得力的助手 他就曾经说过 老大重情重义 从来不会出卖兄弟 他不光会带着大家吃香的喝辣的 对兄弟们就犹如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 并且跟着他 不会像跟着其他老大那样 分上下尊卑 有肉大家一起吃 有事就出来帮忙解决 因此大家对他心悦成福 不过呀 兄弟们对黄伟业连连赞颂 确实有人看着黄伟业不爽 比如何安乐社团的超级大佬高老发 高老发是何安乐社团精神领袖 神仙井的得意门声 当年何安乐在神仙井的带领下 一步步的壮大 在社团里说一不二 后来神仙井退隐江湖 就把高老发捧上了社团坐管的位置 此后高老发一直牢牢掌控着社团的实权 而高老发与老鬼权 还有百花蛇的关系并不好 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恩怨 并且高老发为人傲气 根本就没有把对手们当回事 2010年初 又到了社团选坐管的时间 在之前呢 一直都是高老发的门生当社团坐管 可以说都是高老发的代言人 而这次选坐管 高老发想让自己的门生继续当坐管 其实他就是想继续把持社团 不给老鬼权他们好机会 只是今时不同往日 黄伟业的实力 比起高老发也不慌多让 而且他的身价也比高老发还丰厚得多 再加上他的背后有着老鬼权撑腰 再加上澳门的黄强 百花蛇这两大金主 无论是钱还是人马 黄伟业都能与高老发匹敌 见高老发如此不讲武德 黄伟业也没有闲着 同年的6月份 黄伟业叫来四个得力干将 并让他们每人配上一把AK47 想着让他们去伏击搞老发 不过呀 由于动静太大 行动还没有开始 就被阿萨给带到了橘子里面 随后他的心腹戏马为其顶罪 黄伟业为了补偿戏马 把戏马的哥哥大马 推出来选社团坐管 对于黄伟业的决定 老鬼权可谓是鼎力支持 老鬼权还以社团的另一位超级大佬 黑仔家结盟 推出黑仔家的得意门生紫凤 一起出来选座管 黑仔家原本属于中立的势力 与高老发并没有什么恩怨 不过这边老鬼权给了利益 自然是比较亲近 就这样啊 黄伟业一方的势力又是强了几分 但高老发对他们这伙人 推荐的人视若无独 他以大马没为社团 做过什么大事为理由 拒绝了黄伟业 而黄伟业一伙人则认为 高老发是想继续把持社团 双方多次交涉 但始终是各说各话 就这样啊 在那一年老鬼权的寿宴时 老鬼权直接不再理会高老发 而是拉着大马和子凤两人 到各路江湖豪杰面前宣布 他们是何安乐的新座管 后知后觉的高老发也不知弱 对外宣称自己的门生连装座管一职 也在那之后 尽管两边的人马对外 都称自己是何安乐的人 但何安乐社团在实际上 则是一分为二了 江湖人戏称 以黄伟业为首的这一边 为少壮派 而高老发这边则为传统派 少壮派主要就是发展新风口 比如那时候如火如荼的 澳门迭马生意 而传统派则是坚持持老本 少壮派依靠雄厚的经济势力 在深水部和长沙湾一带经营赌房 饭馆 酒吧 浴场 洗浴中心 湾仔 骨灰勘等生意 手下马仔众多 江湖人称北水房 而传统派仍在湾仔 西贡 游先旺一带 以麻将馆看场 菜市场收保护费 开酒吧等项目为主 江湖人称南水房 而两边的人都看对方不顺眼 并且都属于同一个社团 难免会有利益上的瓜葛 因此也陆续开始了摩擦 与此同时 高老发的得力助手 肥企经过黄企业的游说 加入了少壮派 肥企可是一个厉害的人物 早在98年 曾走私一批 价值85亿的香烟 遭到举报后烟是没了 但如此的大案 肥企却能置身事外 这事在那时候 闹得是沸沸扬扬 可见肥企的能量有多大 作为有能力的人 选坐管的时候 高老发却没给肥企机会 也正是因为这样 肥企才会与黄伟业一拍即合 直接背叛高老发 2010年底 黄伟业在走向公司的路上 被几个蒙面大汉 手持40米大砍刀伏计 黄伟业作为社团的双花红棍 伸手自然是不差的 面对危险 丝毫没有慌张 他一个后空翻 显而又显地避开了 刀手志在必得的一刀 然后又迅速后退 试图和蒙面大汉拉开距离 当蒙面大汉们显然是专业的 很快就封住了黄伟业的序路 把他给团团地围住 这对方人多势众 手上又有武器 黄伟业孤身一人 尽管是双花红棍 人比对方少 又是尸首空拳 他也只能是跟对方 缠斗三百个回合 最后少壮派的马仔们 赶来救援时 他的后背 已经被砍得是遍体鳞伤 黄伟业知道啊 这显然是高老发 开始了对自己的报复 2012年初 黄伟业准备给高老发 来一次深刻的教训 并让肥奇来一手操办 肥奇为了表忠心 下手狠辣 直接把高老发打成失忆 一点都不顾 这位曾经老大的生死 那天哪 有个宠物展会 高老发喜欢养狗 于是带着一家人前来观看 结果被一群蒙面人围殴 其中一个人还顺手 抄起了旁边的 小心地滑警示牌 一下一下地 往高老发的头上砸 2012年年中 肥奇在大家上耍帅 骚高老发的手下人伏击 被砍了七刀 送到医院时 已经剩下半条命 眼看肥奇被打成这样 黄企业二话没说 直接冲进了传统派的总部 跟高老发拍桌子 并放下了狠话 不出一个星期 我要给你好看 孤身来到敌营 只想为部下讨回公道 这也侧面证明 大马说的没错 黄伟业确实把手底下人 当成了亲人看待 而肥奇遭高老发下死守 可见他对于叛徒的恨意有多深 眼看着双方不死不休 神仙景这位退休多年的社团精神领袖现身了 他摆下酒席 请来高老发和黄伟业 虽然双方都没松口要和解 但暂时也都是按兵不动了 然而啊 人无完人 黄伟业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适度如命 甚至还有传闻 黄伟业在新豪天地的几个贵宾厅里 欠下了几千万的债 而且呀 蝶马生意看起来很赚钱 但也有很大的风险 例如一个大客户在贵宾厅里赌输了 缺钱了找赌厅借钱周转的时候 那蝶马仔就起到了担保的作用 如果这位豪客还不还钱 那蝶八仔就得承担 按照黄伟业自己所说 自己欠下那么多钱 有大部分都是客户跑了 账瘫到了他身上 2015年 黄伟业和刀八刚又有了交集 这一次啊 他们都应参与了洗银子的事情被抓 知道自己逃脱不掉 必然是要坐牢后 黄伟业干脆将曾经为了自己 打进医院的匪企 推上了社团座馆的宝座 从那之后啊 黄伟业就很少再出现过了 2021年 75岁高龄的老鬼权因新冠病逝 黄伟业为其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 那天啊 红刊世界殡仪馆里有三只白色的孝狮 在灵堂内外舞动 在鸿门的规矩里 去世后能捂三只白色孝狮 那可是最高的规格 更有意思的是 灵堂里还有另外一头黑石 在武师界中 黑石代表的是张飞 再加上老鬼权平生好赌 所以在灵堂里的祭品中 用纸扎了不少赌的东西 可见黄伟业对老大确实很上心 灵堂里 黄伟业带着大马 接待四五百江湖大佬 他们都到场为老鬼权送行 有趣的是 虽然还是属于同一个社团 但以高老发为首的传统派 却一个人都没有出现 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 高老发和黄伟业的关系 还是没有缓和下来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点赞转发